一天三个早 人生不易了 其实吃点早 特别是女性 吃点早是非常有好处的 每天吃一个 吃上一个礼拜后半个月 然后你再吃两个 慢慢一个适应过程 其实也就可以了 所以平均数一般都是三个 新鲜大早 鹅椒枣 蜜枣的营养价值一样吗 像鹅椒枣肯定不一样 它里头有鹅椒 像蜜枣 它里头是加了蜜的 它的糖分就特别大 它成分不一样了 它适应的人群就不一样了 糖尿病患者 怎么吃早更健康 糖尿病病人 只要说血糖是稳定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吃点早 因为这个早的糖分 确实是挺高的 大约百分之十几的糖分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 两餐之间吃上一个先早 今晚刘亦伟教您 用大枣做一道心太软 糯米的这个粉 给它包在 这个枣里边 就心太软了 本期节目 张叶老师告诉您 如何健康吃大枣 欢迎各位收看 由鲁浩华新鲁独家冠名播出的 饮食养生会 我们请北京解放军 309医院的营养科主任 张叶女士 跟我们讲了很多冬季的食材 像柿子 萝卜 笔汁等等等等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大家真的是家家几乎都有 人人都曾吃过红枣 或者我们叫做枣 因为枣还有亲的 好 有请张老师 张叶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9医院营养科前主任 营养师 中国营养学会会员 从事营养工作30年 对临床多种疑难杂症 有丰富的营养治疗经验 您呢 说到枣 我们这就哥了很多 有大枣 有蜜枣 有枣片 有青枣 就您跟我们讲讲这枣 听说枣是好东西 对 枣呢 我们以前有过 那么个松口溜 叫什么呢 叫一天沙枣 长生不老 有的说一天沙枣 容颜不老 哦 原来枣比唐僧肉还好 不是 其实枣 我觉得咱们以前都知道 安神嘛 补脑 对吧 安神补脑 另外呢 对补血 也是非常有作用 有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 还可能熬点什么 红枣 浇米粥 是的 其实早啊 现在的研究就发现 咱在这儿显了 环林腺肝 实际这个环林腺肝呢 是一种活性的 可以抗免疫 抗自由基的 可以提升我们细胞的功能的 这么一种物质 那什么叫自由基呢 自由基呢 自由基是什么 自由基呢 实际上实际是我们身体内 产生的一种过氧化的这么一个物质 这种过氧化的物质在我们体内堆积多了的时候 对我们的健康就会造成影响了 你看就人嘛 太自由了也不好 然后呢 它高 甲 低 纳 强心 稳压 一般来讲 很多人都以为它红的嘛 好像都说含铁 其实枣里头啊 确实是含铁比较高 含铁含钙量 要比其他的一些水果食物要高一些 但是它里头它和钠和钾的比例上来讲 它的钾比钠高 但并不是说它的这个枣的里头的含钾量 要比别的其他比 比如说比橘子呀比香蕉含钾量高 不是这个概念 但是它自身的比钾是高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咱们现在吃的枣 除了这个这个脆枣 或者我们叫鲜枣以外 它这个大部分都是干枣 在干枣的过程中 它是把水分排出了很多 当水分出去以后呢 它浓缩以后 它里头的含钾量 要像比柑橘什么的就要多得多了 就这个意思 对 你没法把那橘子弄干了吃 是的 对吧 枣可以弄干了吃 对 而且我们在冬天里头 或者是一年的储存的枣 还大部分都是干的比较多 所以呢 因为钾对强心和吻牙作用是有好处的 所以呢 它也自然就有了这个作用 所以一天三个枣吧 就可以让你起到吻牙的作用 你真的是一天就三个吗 超过三个呢 这个呢 一般情况下 三个是指的一个共性的 有的人吃不了三个 三个就上火 对 我们院里头有一个医生 当时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看到强调一些枣的时候 他们老家就产枣的 他觉得以前在家里头 这个枣很多 没有必要去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觉得这样子 说既然这么好 那他就拿回来 不用三枣 我吃了一把 他就每天吃了六七个 每天吃了六七个 也不算很多 结果吃到了 没有一个礼拜 嘴就生疮了 对了 嘴就生疮了 后来我说 你那怎么了 上火了 他说 都让你给闹的 就你说吃枣 结果我就吃 我说你吃了几个 我吃了一把 就这样子的 所以吃完以后会上火 有的人呢 吃三个枣都上火 所以他就会吃一个 其实吃点枣 特别是女性 吃点枣是非常有好处的 每天吃一个 吃上一个礼拜 或半个月 然后你再吃两个 慢慢一个适应过程 其实也就可以了 所以平均数 一般都是三个 明白 所以人家那个谚语 是真有道理的 不是说只是个行动一下 三代表多 或代表少 高钙 而且呢 利于吸收 这个强调呢 它和钾呀 这是一样的 都等于是浓缩以后呢 它的这个矿物质 因为钾 钾 钙 都属于一个矿物质 这个含量相对的多 而钾呢 本身是个热性的 热性的 它就相对的 循环就会好一些 所以它的吸收率呢 也相对的好一些 大枣的营养 大枣是暖性的 对活血 补血 都有好处 从营养上讲 含铁也比较高 其次 大枣中含有 丰临酸腺肝 可以提升我们的 细胞功能和免疫功能 而肝枣含有较高的钾 有助于心脏的血液循环 从而起到 强心和稳定血压的作用 枣里还含有 丰临酸的钙 而且吸收率比较好 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 这有一些疑问 是吗 对 吃完枣后 胃部有刺痛感 是枣皮惹的祸吗 对 一定是枣皮惹的祸 就是有的人 吃完枣以后 他就说 他的胃里头 像有一个放电的 一个东西 所在扎着的 刺痛了他的胃 这个枣皮 非常硬 纤维非常粗 所以吃完以后 当你的胃黏膜 在不太好 有点像慢性 浅表性 胃炎的时候 这个枣皮刺激着你 胃很疼 特别疼 所以这个枣呢 要想吃 愿意吃 怎么办 皮给剥了 这个皮给不好剥 不好剥 煮可以 煮可以吗 煮了它就 就没了 那皮 对 所以这个枣呢 一个是呢 枣了 如果煮的话 有一些成分 就会留在汤里 你就把它洗净以后 放在盘里 隔着水 上个梯里头去蒸 大约蒸上 三十分钟以后 然后你就把这个皮 就可以剥掉了 真的就能剥掉 就可以了 而且呢 有时候小孩 或者老人 组绝能力不强的时候 就可以这么 用勺刮的吃 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是一个办法 这个时候 如果蒸过以后 你就是把这个枣皮吃掉了 它的这个刺激的程度 就会大大减弱 也就是说 如果老人家 小孩子要吃呢 最好是去皮 没错 没错 枣片 蚵椒枣 蜜枣的一样 架的都一样吗 应该说不一样 为什么说不一样 我们知道 蚵椒枣肯定不一样 对了 加蚵椒了嘛 对了 这个枣片呢 一般情况下 像这样子的 也算是干枣片 这样的晾干的 这也能够直接吃吧 这个可以吃 还有的呢 把这个枣片呢 有的是烤成了 一圈一圈的枣 切出来的 烤得干干的 特别脆 特别酥 也没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这种枣片 加工过这种实际 这是加种了 这是像枣膏似的 那种加工了 现在很流行这种 它已经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就我个人认为 我不是很赞成 吃这 它肯定加别的东西 对 其实枣里头含VC特别多 VC量特别高 但是形成这样干的的时候 它几乎就没有了 但是它的一些矿物质 比如说铁 比如说一些蛋白质的东西 还是很好的 包括钾呀 这类很好 像蚵椒枣肯定不一样 它里头有蚵椒 像蜜枣 它里头是加了蜜的 它的糖分就特别大 所以它不一样 因为不同的成分里头了 它成分不一样了 它适应的人群就不一样了 你如果想要补血 效果好的 那你一定是鳄椒枣 但是鳄椒枣的上火程度 更厉害 更厉害 对了 那蜜枣呢 蜜枣除了甜以外 蜜枣里头呢 其实我觉得除了甜以外 它里头有一些蜜里头的一些成分 反正蜜枣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能做那么甜 甜得到腻 灌的糖吧 它里头还是 你少放点不行吗 但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就是这个做成这个蜜枣的这个时候 它的糖分 一定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 它才不容易坏 才容易保存 所以它一定要说达到一个 相当一个甜度 那蜜枣是这样保存 那普通的枣 这怎么保存 这个普通的枣的很好保存 像这样干枣吧 有很多人就放在这种塑料袋里 其实不好 特别不是很干的这种枣中用物 其实你就是散的就行 就这么亮的就行 那还是要通风 就通风就行了 所以你要是多 你就弄个像布袋子 往上移掉 吃的时候 用布袋子 我们一般都是用密封袋什么的 反而就不好 那不好 塑料袋那类它不透风 像牛皮纸袋啊 像布袋什么 这个新鲜大枣 比干枣更有营养价值嘛 也就是说就这俩比 这俩比主要是VC的价值 鲜枣最高 它含VC高 但是干枣里头的浓缩了的成分 一般的蛋白脂肪矿物质的成量更高 枣壶有什么药用作用吗 其实这个枣壶的这种上火的程度更大 其实你要不想让它上那么大的火 把枣壶去掉 它反而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 那还不如不管怎么做 你都把它给去掉 那不对 有一些人确实是体寒的 他真的想要热的时候 他这个枣壶一定要放进去 孩子根据自身 然后去找大夫给你判断一下你的身体状况 对 糖尿病患者怎么吃枣更健康呢 因为枣是甜的呀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特别是仙枣 仙枣下来的时候 它就时间很短 就没有了 所以要是不吃这一年就又过去了 干枣还可以吃得到 所以我觉得糖尿病病人只要是血糖是稳定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吃点枣 那就是说一定不要多吃 你比如说这仙枣 我们要是洗好了 可能一个人就能吃很多五六个和七八个都可以 可能糖尿病人不能敢吃 吃一个常常得了 对 因为这个枣的糖分确实是挺高的 大约百分之十几的糖分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两餐之间吃上一个仙枣 三餐之间 每个中间的间隔你都可以去吃 一天可能吃上三十个 你可以这几天都可以 只要是血糖稳定的什么都可以 或者适当地减少一点主食也没有问题 正好说到这个洗澡 我们那个吃那个新枣 有时候洗完之后吧 你不吃剩下了 就很容易它就坏掉 有点就软了烂了什么的 所以这个枣吧 有几个现象 如果你看在洗的这个枣的时候 它中间有一个 就有一个这个 这个瓣式的这个 一定不要去把它揪掉下去 因为揪掉的时候 水就容易灌进去 所以你洗完了以后呢 你要吃的时候呢 你再把它去揪它 所以一般不主张 你就是洗好多放点 这就问一下张老师 你看 这枣肯定有很多人是不洗的 买过来就吃 尤其是干枣 干枣 它就不洗 但是现在呢 越来越多人要洗一洗了 可是真不好洗啊 你说这枣 满身是指 难道说拿牙刷刷吗 这个呀 要让科学的 卫生的角度 你就说拿牙刷刷 但是我觉得生活中不太可能 你要是看着那个亮澡的时候 实际真正的 正规的 像我去过新疆和甘肃那样 它不是说像这个 铺在这个地方去亮的 它是专门有那么一个房 到处痛的孔 它是那种阴干风干的 也是那样子的 但是这种灰呢 是浮灰 第一呢 我们吃澡不多 第二个呢 我们把浮灰一洗 里头塞进去那一点 就是毒药 也要不着你 对 反正 这就别想太多 这事 许多人吃完枣后 胃部有刺痛感 这是枣皮引起的 肠胃炎患者 或者肠胃消化功能弱的人 最好去掉枣皮再吃 新鲜大枣 鹅椒枣和蜜枣的营养价值 是不一样的 其中 新鲜大枣中 维生素C的含量比较高 具有抗氧化 防衰老的作用 而鹅椒枣热量较高 比较适合体质偏寒 或者需要补血的人食用 专家建议 糖尿病患者 吃早要控制量 最好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 每天三餐之间 各吃一颗枣 吃早有讲究 刚才说了 一天三个枣 人生不亦老 这都明白了 说大枣配生姜 可以治绍阳症 这字有没有写错 他用的是这个症 是病症的症 还是这个症 就这个症 这学问大了 什么叫少阳症 其实这个少阳 是中医的一个理念 这我们知道了 中医的呢 它有这个阳 那个阳 这个须 少阳 太阳 对对对 它是指的 应该说是阳气不足的 一个现象 而这个大枣和生姜呢 它为什么阳性不足 它用了症字 对呀 证明了 不是 它这个症是这个症 一般的情况 在医院里头 西医讲的症 是一个病字旁 对 也是一个症 但是呢 好像在中医的这个 病字旁的这个症 已经是病态的状态 当然有了一个症状 但是没到病的这个程度上 他用的症 就不是这个病字旁里头的症了 或者这字是不是人家 少 少阳症 不是 少阳症是什么一个状况 对呀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吃 是什么一个病 这种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说是阳性不足 比较偏凉 感觉胃寒的那么一个感觉 就怕冷的那么一个感觉吧 所以就类似于那种现象的 体寒 那肯定对了 那生姜 感冒了 淋了雨 弄点姜汤 热的 大枣也是上火的 这俩搁一块口味吗 这个怎么吃呢 煮水喝 肯定煮水喝 这个呢 一般情况下呢 是把那个姜丝 鲜姜丝 把它切了 放在碗里 把大枣煮水以后 去冲进去 冲到去 姜 姜 水的比较多 一般的鸡酱 冲就可以了 对 一定是冲啊熬啊 别弄完了以后 一手是枣 一手是姜 这么吃可不行 对 大枣可以截酒护肝 就是这个 看来以后 没事吃饭的时候 真要喝酒啊 要点枣汁 甭管什么酸枣汁 还是什么枣汁 喝点这个 这个能截酒 大枣怎么截酒啊 哎呀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就有 好多好多都去 强调它的截酒 就是一样 就是要是喝酒 喝得太多了 但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 截酒的作用 应该在后 护肝的作用 应该在前 其实如果吃大枣呢 对肝还是有 一定的保护 但不是说你 喝完酒以后 吃大枣之下 不是这个概念 春天是肝气 开始生发的时候 但如果肝胆虚弱 就会出现 口苦 头晕目眩 食欲不振等症状 此时 大枣配生姜 就可以辅助我们 治疗受阳症 大枣里有很多 营养物质 能够起到 保护肝脏的作用 用大枣熬汤 把大枣熬烂后 喝下去 可以起到 解酒的作用 我们来自 腾讯微博的网友 问一个问题 听说用红枣泡茶之前 要把红枣放在铁锅里 炒硬炒黑 否则里面的营养成分 不会充分地渗透出来 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实也不一定 非得放在铁锅里头 把它怎么炒 但是这个枣 确实是 把它背一下 我们叫背一下的时候 它这个皮就比较软了 就破了 它里头的成分 就容易释放出来 而这个枣皮又比较厚 纤维又比较粗 所以如果这么干的 去这么泡 枣肉里头的一些成分 不容易泡出来 这倒是 对 因为泡开花了 它才好 但一般情况下 把枣要不就是背干 要不然 就是我记得 有很多人告诉我 在农村 它都用炉盖的那种烤 或者烤完以后 这个枣皮就会裂开 这样的话 泡起来就比较软 好 并不是说 那个 非得泡 非得去背一下 你要拿剪刀 给它剪剪 它也行 只要把肉那些都漏出来 就可以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再给大家做一道菜 这个菜呢 就跟红枣有关 而且这个菜 大家 在一些餐厅里面 是吃到过的 但不知道怎么做 叫做 心太软 就这个吗 真的叫心太软 心太软 怎么做呢 大枣 还有糯米粉 火好 就跟做汤油一样 半个柠檬 桂花酿 冰糖 淀粉 一点点盐 就这些了 我们要把大枣处理 先稍微冲一下 然后把糊去掉 那糊上火了 对 去掉 去掉以后 怎么叫心太软呢 是我们要 这汤油煮的时候 都软的吧 对不对 我们要把这 糯米的这个粉 给它包在 这个棗里边 这点心太软了 这塞多少 能塞多少 塞多少 对 对啊 你塞进去 那我还知道 一个类似的菜 做之前啊 蘸点淀粉 为什么呀 它好黏在一起啊 这有点意思啊 怪不得叫心太软 你看 红红蛋 真像你很新 而且呢 还真的 要用牙签 给它扎上 不然一煮 它就 心就掉出来了 嗯 来 我们 先往水里面 放点冰糖 把澡放进来 煮一下吧 哎 我们这煮的差不多了 来点柠檬汁 太甜 给它点酸味 提味 好 拿盘子 就好了 好了 熟了 桂花糯米枣 食材 大枣 糯米粉 柠檬 桂花蜜 调味料 冰糖 淀粉 盐 做法 一 将大枣洗净后 用刀起开一边 去掉里面的盒 二 将糯米团搓成细条 塞在红枣中 用牙签扎穿 三好糯米的红枣 三 锅中放入适量的水和冰糖 把加工好的红枣 倒入锅中 转小火 煮十五分钟左右 四 将柠檬汁挤到锅里调味 五 捞出红枣 浇上少量桂花蜜即可 老刘贴士 桂花蜜有润肺止咳 清热解毒等功效 大层 对身体很有好处 一天三颗枣 想老都不容易老 但是要注意 如果你的体质比较 容易上火呢 要少吃一点 好 感谢张老师这几天 给我们讲了很多冬季的食材 要感谢利林科技 感谢鲁花花生 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两张笔记 专家认为 肠胃炎患者 或者肠胃消化功能弱的人 可以把大枣蒸熟后 去皮再吃 这样可以缓解枣皮 对肠胃的刺激 大枣还有补皮补血的作用 适合体质偏寒 及肝胆虚弱的人 而糖尿病患者 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 每天也可以选择 在三餐之间各吃一颗枣 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您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博客 下载我们为您整理的养生笔记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直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 加入我们的饮食养生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